你跟我這樣過 好可愛健康 天方女是這樣多 到底哪種才有用 請你跟我這樣過 自古流傳的天方一羅框 哪些才是真正有效的呢 今天就邀請到 嘉義科醫師王建宇 醫藥記者王瑞麟 中醫師羅明宇 以及顏麗婷 范時瑄 林秋香 要來一起討論 這個自古以來 我覺得台灣人很厲害 一定是神農士的後代 用了長百草 真的 因為這個也就是說 很多我們在生病的時候 我們都會利用一些 什麼民方的偏方 或是迷思的東西 這些東西到底是練我們的膽量 還是真的對健康有幫助 可是我們是現代人了 還會用這樣的偏方嗎 這個很難講 真的嗎 我們現場來民調一下好不好 所有的媽媽們請問一下 你們曾經用過 偏方的情緒牌 真的耶 百分之九十九 只有小君媽沒用過 因為汗燒夠好 可能不常有什麼狀況 沒有狀況 好 不過呢 妳說到偏方真的非常多 而且各種器官 各種部位 有不同的方法來對抗對不對 來 瑞麟 妳有聽過什麼偏方嗎 很多人喔 肝病有沒有 肝病的人 最喜歡拿中草藥來吃 對 哪裡 就是哪裡 你覺得說我肝臟不好 就現在中草藥好像自己去摘 然後感覺長得形狀很像的時候 自己去抓 有沒有 然後自己去熬 然後到後來呢 肝發炎你就算了 到後來就肝纖維化 然後肝癌死掉了 這些人很多很多 真的啊 對 不是因為肝病 我們號稱國病嘛 沒錯 像我有朋友 他智隆一堆藥好像蠻熟悉的 他在路邊看 哎呦 七葉膽 他說對 肝好 我就看你去摘 對 我說你對不對 你這樣就七葉膽 會不會看錯啊 萬一他是八葉膽怎麼辦 就有神農藏百草 他最後一句話是什麼 吃完之後說 啊 中毒了 他就吃八葉膽 哈哈哈哈 那我這樣會覺得說 好在我還能活到現在耶 哎呦 你也藏藏白這一套 沒有 不是 不是藏百草這一套 而且我小時候啊 很容易長真眼 哎呦 就是左邊長完上面 然後右邊又長 然後右邊長完 左邊的下面又長 那一直長得不停 然後到學校的時候 你為什麼從小就要看人家洗澡 你看 就是有你們這種壞男生 對 到學校他們就笑我說 你為什麼要偷看人家洗澡 對 我回去就跟我媽講 然後我媽就說 好啦 那就試試看 有人說用斑的嘛 對不對 對 對 重點講斑對我來講 完全沒有效 於是我媽就去拿了一個掃把出來 我想說是不是 我去偷看男生洗澡 然後把我趕出家門 不是 她就把那掃把拔了一根起來 然後叫我眼睛 這樣子搬下來 然後去刺這裡面的這個 是淚管嗎 還是什麼 這有一個洞 就這裡啊 淚管 淚線對不對 淚線 是淚線 說那樣會有效 蛤 結果也是 哎呦 你真的是沒蝦啊 真的 你有沒有用過什麼偏方 我以前年少無知 什麼都亂吃 然後我記得我高一的時候 因為我是籃球隊的 然後有一次受傷 我膝蓋就 從此就卡卡的 那學姐就說 我跟你講 教你一個撇步 你去抓一隻蚯蚓來 哎呦 她想說 蚯蚓幹嘛 在上面爬就會好嗎 她說 不是 你要把它煮來吃 她說你要把它煮來吃 煮來吃 煮來吃 她說因為裡面有豐富的蛋白質 以及一個 一個元素有幫助膝蓋 然後聽這樣怎麼可能會吃呢 她就說她真的有用 她從小就吃那個 所以她跳超高 她是騙你的吧 然後我就想 可是我跟她感情還不錯 沒到底這樣虎我吧 對不對 要跳得超高 也不是煮蚯蚓 要煮袋鼠啊 我想說反正吃一條 應該也無傷大癢 妳真的吃了 真的吃了 可是你知道軟趴趴 從突一拿出來吃很噁 所以我想說來個烹飪一下好了 我就拿去煮 煮了之後還是軟趴趴 算了 我來炸好了 我就像鹹酥雞的炸法 還加那個九層湯 好 然後我就講 好吃的 好吃 很好吃 好可怕 你是懷孕的頭腦怪怪 遮住有沒有 開腳 好吃還不錯 有用嗎 當然沒用 我現在還是卡卡的 蚯蚓在我們中藥材 它叫做地龍 地上的龍 天上的龍 那這個 為什麼這個小故事是說 在宋太祖趙匡映 那他就得了帶狀炮枕 那他吃了這個 那個一個道士 給他吃了這個蚯蚓 效果很好 那可是他把它煮過 剛才有提到 把它炒 抹粉 那趙匡映就問他說 你這個什麼東西 那麼有效 你能跟皇帝講說 是蚯蚓嗎 就給他寫 地龍 所以地龍的由來是這裡 那地龍本身 這位小姐提到的 地龍的兩個作用 中藥的蟲類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是 放鬆我們的支氣管 所以像有氣喘兒 或是容易慢性咳嗽 在我們中醫是很常會用 地龍這位藥 還有一個是 像這位小姐提到的 所有的肌肉痛 神經痛 中醫都很常會用 這個地龍這位藥 還有譬如說 全蠍 蜈蚣 中醫的蟲類藥 對我們治療一些 慢性的神經痛 肌肉發炎 牠是有牠的療效 不過剛才他們有提到 這些 不能長期服用 還是要在專業的醫師 建議其實藥 我有問題 怎麼樣 對 我有一個親戚 他很扯 因為他的孫子就肚子大大的 然後脖子小小 獅子也小小的 那有一天打電話問我 他說 秋香 秋香 聽人家說 那個 八道整個大大 然後要吃什麼 吃蟑螂 對 我的外婆也小 蟑螂 他說有效嗎 我說 絕對沒有效 對啊 我外婆也很有效的耶 他以前感冒的時候啊 就把那個蟑螂頭拔掉 然後腸子拔掉 然後呢就丟進那個稻草燒裡面 就燒稻草嘛 倒 烤一烤 然後拿出來之後這樣 啾啾啾啾 然後吃下去 你說誰啊 我外婆啊 我外婆 我外婆也試過這一招 而且妳知道嗎 她的招數比她更厲害喔 她是那個 那個蟑螂很大是不是 是頭喔 跟連腸子叫 一起把它拔出來喔 拔出來後 裡面要塞糯米 然後拿它去蒸 對 拿它去蒸 蟑螂那麼小 還可以塞糯米 欸 以前是炸的蟑螂 以前是炸的蟑螂 你錯了 炸的蟑螂 對 其實你問羅伊斯 蟑螂其實應該是一味藥才對 因為以前古老人家 以前古老人家說 他是拿這個來治什麼 肚子痛 對 還有打 奇怪喔 他是輕觸變吧 吃完之後就一直拉吧 不是 我婆婆真的從小 拉肚子就是吃蟑螂 對 可是不是吃蟑螂 是吃它的大便 吃蟑螂大便 因為我婆婆她的大便 好像還不可思議喔 我們現在叫阿嬤嘛 很像膠囊那個大便耶 對 就黑黑那個 她說她去蒐集 因為鄉下 鄉下很多嘛 然後去炒鹽巴 炒鹽巴 炒大量的鹽巴 炒香之後 好會笑 炒香之後放著 越炒越錯吧 等你拉肚子的時候 你就挖一瓢進去泡水 哇 好喝 吃 然後她就說 她從小就是用這個來製烙塞 這個太誇張了 大便我是吃過 蟑螂的大便 對 那那個都是很好吃 我們一起嚐過嘛 對不對 對 蟑螂大便可以去蜂絲 然後那個蝙蝠的大便 可以製眼疾 這都是李時針講的 那可是這些 所有動物藥 什麼蟑螂 剛才提到的那個蟲蚓 這些動物藥 在我們的 現代醫學研究都是有 動物性蛋白 對肝是一種 長期服用會有 慢性的損傷 所以盡量 這些動物藥盡量不要使用 剛剛講的那些通通都不對啦 我還有一個言論 我還有一個言論 我因為我婆婆 就是因為知道我要上這集嘛 她就特別告訴我一個偏方 哎呦 她說 她以前小時候啊 她的爸爸有糖尿病 然後就是她的爸爸的爸爸 怎麼幫她治呢 就是去抓那個青蛙 嗯 然後鄉下青蛙也是很多 對 就抓來 然後火跳跳的啊 你就把那個鍋有沒有 用熱 什麼都不要加水 什麼都不用 就用熱之後 把它丟進去蓋子蓋起來 然後它是不是熱燙 它就會一直跳 當然 然後帶它餡流之後呢 就是 喝它的尿 喝它的尿 然後製糖尿病 好殘忍喔 王醫師 今天受教了 聽到這麼多的偏方 代表臺灣的醫療 其實臺灣的健保 真的全世界公認最好 希望大家以後可以少用健保卡 那如果這些偏方有效的話 其實回到個最遠點 在以前的時代 真的醫療比較不方便 那真的你有病痛的話 你說要找到醫生 不是那麼的簡單 那才會有因為 中華文化五千年歷史 有一些緊急應急的方式 那其實現在我們都知道 其實健保卡很方便 診所附近都有 那其實大家不要說 為了這個事情 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這千萬不要 那我覺得這一集做起來 真的蠻驚悚的 真的 對耶 好啦 柏羲媽 那你用過什麼 我有一個 一個還不錯的方法 就是可以 舒緩腰痛 唉唷 腰痛我們需要喔 這常常站著 要麻煩昌明哥幫我示範 要倒著走 倒著走 但是要走直線 直線不可以歪 要走一直線 舒緩腰痛啦 二一二二二 下去 對對對 我覺得有點像 請問一下要走多久呢 很靈活 蛤 還不錯耶 還不錯 要直一點啦 要直線 這樣不夠 它是符合人體共鮮 是有在跳車起來的意思 稍微有一點 那你是怎麼樣 因為你也有過腰痛嗎 沒有啊 就是 你有嘗試過 家裡的那個長輩 也這樣做 對啊 他們說可以舒緩腰痛 那運氣還覺得怎麼樣 我現在還沒有什麼明顯的感覺 這要每天做啦 對啊 王醫師這會有用嗎 現在人因為工作的關係 常常都做著 今天有機會起來走一走 不管你是往前走或往後走 其實剛才艙明的姿勢 其實還蠻不錯 蠻優雅的 其實這樣走 只有你心有幫助的 其實大家記得 前一陣子有一個人 他說是用倒著跑 跑馬拉松的 其實那個人基本上 其實你看他的身體 其實真的蠻健康的 那其實現在人有時候 很多有一些 腰痛關節的問題 都因為走太快 然後走的姿勢不對 所以女生很容易那個拇指外彎 你如果開始學習 倒著走的話 你慢慢走 其實你的身體呢 這些骨骼肌肉 會慢慢調整 所以長期是會有幫助 正走 走久了我們稍微倒著走一下 有些疾病或肌肉痠痛 它是因為你的行為習慣 長期在某一種角度跟姿勢 長期使用導致的嘛 所以他說如果你反過來 稍微逆著弄一下弄一下的話 好像對身體的平衡是有幫助的 觀念是正確的 其實我們一般人就是屬於都是右手系的 那其實不管運動員都是偏一邊 那很多人做姿勢看電腦 也都是偏一邊 這樣久而久之你的身體的 那個骨頭關節都會有所受損傷 那能夠反其道而行的話 當然你每天有機會坐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那或是一個小時起來走個三五分鐘 其實對這身體是有幫助的 就像我的運動 我都是左右開工的 桌球 羽毛球 網球 就是左手右手一起打 當然各位媽媽 不是我們這一集結束之前 先不要反過來做好不好 還是先正面喔 好 好啦 不過這身體有很多的疼痛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想到用一些偏方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看 我們統計一下 就一般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 會發生疼痛的一個狀況跟問題 包括第一名是筋痛 第二名是偏頭痛 第三名是牙齒痛 對 這都太平常了 對啊 牙痛真的痛起來要人 像我們小時候 我媽就叫我塞那個正路丸 就塞到那個蛀牙的地方對不對 好像很多人都這樣 對 小時候媽媽也叫做我 我第一次不從 因為很臭 可是那還有人用那個味精 就是整個味精把它塞進去 然後用棉花蓋起來 我有聽過是用味精漱口 就是味精泡水 也是為了牙痛啊 對 真的啊 但事實上第二天還是一定要開始 妳還有用什麼牙膏是不是 對 我那天是 半夜牙齒真的超痛 然後也沒有辦法去牙科 就只好就是 塗了一坨那個 抗敏感性的牙膏 還有指定 一定要抗敏感性的牙膏 然後我就抹在牙床跟牙齒 就是中間讓它包覆住 滿大坨的 然後過了大概二十幾分鐘之後 就好很多 像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真的是四年級生的嘛 那時候牙醫真的是在很遠的地方 你看巴車可能八公里 那真的是已經痛死了 所以那時候牙齒痛都是 抗的三個都巴斯還是什麼的 抗的腦袋啊 貼外面 貼外面啊 你看到貼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們其實基本上牙齒都 臉都腫起來了 整個腫起來就貼那個 每次去學校看到 同學如果貼這樣就是牙齒痛 都是這樣 有啦 我阿嬤也是給我外加內功啊 就是有沒有就牙齒痛啊 然後就塞口那個鹽巴有沒有 往我那個牙痛的地方往裡面塞 可是塞的時候它不是腫起來嗎 腫起來就貼沙龍趴斯 可是那個塞裡面 對 可是塞那裡面其實已經 蜂窩性組織也已經化濃了 就像傷口上面撒鹽巴一樣 所以我後來才知道說 那個鹽巴真的是沒有殺菌的作用 只會讓你的傷口更爛 這樣幾個方法 我們一個一個來求證一下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牙膏好不好 來 王醫師 牙膏有它的確的作用嗎 我們臉部很多這個穴道 不是只有對牙痛 任何的譬如說嘴巴歪一邊的 我們都要面癱 顏面神經麻痺都有效 就人中任我們中葉急救穴 人中 羅醫師 你好可愛喔 兩側我就不太做了 不會啊